ok 好好好 两个小狗还管捣乱 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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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outside baby go outside 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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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 to me 妈妈 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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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baby ok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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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谢谢你们啊 你们好 你们好 本来这两天真不好意思说 真是特别不舒服 所以说没有办法 我要说一下这个事 因为呢 这个事呢 一直不想说 没有办法 hold down 等一下 我这狗也要给我讲话 你要比快你 你不要讲话 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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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ok 我要那个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 因为 本来一开始不想说的 这么长时间了 不想 但是 这点人吧 他没完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他背后不是说 正常的 说那什么 因为 我就是 有的人是说 怀疑 或者是说是真的吗 但是就是他们家族整的 如果不是家族搞的话 如果不是家族搞的话 你说我在美国 还是这句话 我跟谁过不去啊 是吧 我也没有跟任何人 那个有过仇 有过怨的 所以说呢 今天呢我就说三件事情 待会儿帮我分析 你看这是不是正常的学校霸凌 是吧 为什么这件事情 偶尔 这一而再再二三的发生 我先说说 在2009年 至2010年的时候 我这小孩上五年级 当时 是吧 我为什么说 我有两个 前面有个推 我就说是绑架我孩子 听得好像是挺吓人 其实他这个事情做的就是绑架 我呢之前说过哈 就是说 我在我几个视频 已经说过这个事了 就是说 当时我那个公司啊 他们 呃 那个 呃 以前的校尔夫 我说的是都是在2014年 以前的校尔夫 他们呢 就开那个假的逮捕嘛 还有是其他东西 就是 呃 他们 就是胡作非文嘛 他们不是 假逮捕以后 他得让我的工人呢 还有 呃都要去去出庭了 只要是是谁有还有个假逮捕 还有个单子 都要去出庭 所以说呢 我还跟他们去出庭 嗯 你们也可以问问 哪有老板跟着去的 我跟着去 你意思吗 我知道他们是冲我来的 所以说我不能让员工呢 我跟着去 每回我去 就是这一天 就是这个日子 他们小学校 阿尔凯利亚Holly Avenue 都把我女儿 叫她停止上 就是上上课 你打电话进去 停止上课 叫她上办公室 站上等着 直到我这边 说 呃 扩他没事了 是吧 他们在把我女儿 放回去上上课去 你说他们 这是 这是正常的 学校的小孩欺负吗 因为呢 今天呢 我必须要展示一下 就说当时的校长是谁 嗯 我不怕 因为什么 这个东西 我也有人说 你必须展示一下 你不展示一下 你没有证据 你怎么说呀 我展示一下 就让他们查去吧 如果有人 有人查这个事儿 最好 你等一下我把相片找出来 嗯 哈喽 我看是不是还在直播呢 我看一下 我看不到了 怎么停了 哎 没停吧 OK 先不管他 反正我认为是没有停 OK 哦 没停没停没停 谢谢谢谢谢谢 就把那相片找上来 啊 让大家看一下啊 嗯 一个一个我跟你们说 这个呢 就是那校长 啊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当时的校长 嗯 这个是Holly Avenue的校长 你说这个校 就是我不能展他那个相片了 我就把展他名字 你们都就可以搜 呃 我我今天为什么 我就说 因为我要给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 你调查去这个事儿啊 就是说 在美国无缘无故的 孩子上课呢 打电话进去 就让老师 stop孩子 呃 让他停止上课 叫他去办公室 站上去 没人理他 这是那第一个相片 这是在Holly Avenue 他们 我们只要是出庭 只要是出庭 他他们每回都干这个 后来我女儿 也是他们同学问的我 是吧 以前视频我也说过 同学问他 他到底怎么啦 为什么他往上办公室 你说你这么做 你作为一个校长 你又没考虑我孩子的感觉啊 他是个女孩 那么爱学习 那么爱同学 你知道孩子们怎么看了他呀 是吧 这个呢 是一个事情 嗯 我再给你们说一个呢 这个事情发生了哈 我就说 小孩子打他 后来是小孩子受欺负啊 打的那样 以前我也展示过相片了 因为呢 很多东西吧 我要再展示吧 好像是那种 但是呢 这点事情呢 该展示也得展示 这个呢 这是在五年级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后来呢 都到了六年级 嗯 嗯 没 在那五年级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 等一下我拿下那相片啊 他这 本来我真是不想说这个 他们也不想让我说 但是你们可stop啊 你们一直不stop 一直在在在在欺负这孩子 干嘛呀 我这孩子多么无辜啊 我那相片刚才有 怎么就找不到的 这两个小狗啊 管我捣乱 你知道吗 哎呀 捣乱的我吧 我看一下啊 那小狗 小狗 小狗捣乱 你们俩就好 这儿呢 嘿嘿嘿 没有啊 有点水 有点水吧 这不是手忙脚乱 就是说 偶尔有点 是不是吧 嘿 拿去了 很关键的相片 在这儿呢 我不拿下啊 OK 你今天这视频做不太太好 没有办法啊 哎呀 这两天也是不太舒服啊 就说这个相片啊 大家看到我了吗 能看到我吗 能看到我 给我一个提示行吗 谢谢谢谢 因为我这个吧 我看不到你们 因为什么 我这个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直播吧 它应该是那个镜头充足啊 它不是 我得用这个背面 什么也看不到 才能是这样子 我试 我一看这个我就痛了 可是我想忘了 他们 他们不不 就是不能什么呢 这个呢 这个这个相片看看啊 这个是呢 他们小孩子 把我女儿 头弄的啊 脸 全是那个 全是那个肿 后来导致的心脑震荡 这个呢 是这个呢 是用那个 利器啊 刀子拉的 这个呢 都是那个肚子 都是掐的 你看啊 这个呢 其实呢 这些东西吧 我们 我还没有要求别的 我就说要求一下 当时 这小孩子打小 打我孩子 能不能给家长说说 是吧 就是这么个要求都没有 后来呢 就是 就是到了这个六年级 六年级 一直啊 还是在Arcadia 这个学区 还一直啊 就这么 就这么打打我孩子啊 每回回来 天天会 都有伤 肚子掐的都有伤 一次次找 都没有用 后来呢 就是说 这个人 OK 我这还有相片 这个人 我们开会 他是学区的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所有 所有给我们开会的人 以前啊 就是开过会的人呢 或者什么人呢 现在全部没有了 你知道吧 全部 没有 只要知情的人 不是没有了 就是掉走了 要不就升官了 反正是这点人们 都是 都是这个结果 你重视不重视可以 但是 有没有完了 没完没了 所以说呢 我今天呢 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 这个呢 这个是当时 在Holly Avenue 六年级的时候 这个呢 就查这个吧 我为什么是他们那个 肖尔夫干的呢 你就查这个人吧 这个人就是 全是副教长啊 他们那个 全是助理 学校的助理 这个是 就这个啊 这是学校的助理 这个是学区的 这个是学区的 学区当时开完会 你看这学区开完会以后 哈 他是说给你调的 就是说 呃我们呢 会 呃 提供 最好的教育 给你家孩子 这是当时学区 那个 呃 副 副总管吧 这个是当时学区副总管 嗯 这个事发生以后哈 他们呢 一直 那个 没有解决 后来有一次在 10 2012年 2月份 他们说给孩子补课 因为当时开过几次会了 我们调校就很简单 给孩子补补课 是吧 把这伤你帮他看看 就不要再发生这个事情了 而且那小孩子谁要再打 就是说 第一警告 第二再打就处分他们 他们也答应了 但是呢 后来吧 就没人管 以至于最后哈 就是说 他们呢 就骗我 他说我们要开个会 给他们孩子补课 那我们就去吧 是吧 去了以后呢 是谁跟我去的 是这个 之前我孩子的有这个 呃 都有心理医生了啊 有心理医生 有翻译器的 以前我说过这个事 但是呢 我为什么屡次的说这个事 说这个事就能说出来哈 到底发生什么了 这个呢 是当时开会的时候 去了以后哈 就是这么多人啊 都欠字了啊 就是这么多人都欠字了 就是这么多人都欠字了 他这有律师 有那个检察官 谁都有 唯独这个 我用黄线花的这个啊 就是肖尔夫警官 这个是谁啊 他去了以后呢 他开会哈 他叫这个 现在你们再搜搜这个人啊 这个人呢 他是什么 现在他是 他其实就是 管这个 学期治安的 这个人 这个 能看到吗 我不能展示相片 我把名字告诉你先来 当时他们去了以后呢 我们去了以后 坐那哈 他说的是给孩子补功课 可到了后以后 他们一 呃 十七八个人坐大圆桌上哈 在在台上 我跟孩子 还有那心理医生一个繁语 在在下边 等那个学区 刚才让你看的 这个那个 就是这个人呢 就开始说了 这个人呢 这个是那个Holly Avenue 这人就开始说 第一我们孩子是 呃 没有任何的请假 说是旷课 要第一 处分我 和处分我孩子 我当时就想给他们辩解 后来呢 那个繁语说 你等着说完吧 让他看的是说什么呢 等到说完以后吧 人们就 好像是说 是啊 你这当家长 因为在美国 你不让孩子上学去 或者是有孩子有什么事 这都犯法的 是吧 而且是说二十多天不上科技 我一听这个吧 我就说 哎 你这说的不对啊 我说后来呢 我说这 你看我那我当时我 当时呢 我孩子身上 还有一块情了 我说他是 那个现在没办法上学 是你们 呃 打的我孩子那样的 你们不管 你这导致他现在很多症状出 出发生了 那我说没有用嘛 是吧 我就开始展示我的这个 证据 这个呢是当时跟我一起 当时一起去看 孩子心理医生当时看看 开会去的 这个人也没有了 只要是 我为什么说这件事 只要是说 知道我这事的 或者是参与过的事 全部掉走 没有一个人在现在 没有一个人在 你看这正常不正常吧 这个呢就是当时架条 所有架条都是有医生架条的 所有架条都在这 对吧 并且我copy了以后呢 我就让那个委员们看 还让委员们看 我们这个孩子打着上片 所以说他们一看这个吧 就说哎 这并且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说给完学校以后 把学校给你个回职 就是你给完架条了 办公室给你个回职 说OK我们收到了 所以我把这一展示 所有的还有委员都说 哎你们说这不对啊 怎么刚才你们说人家孩子 不好不 我又把我这 我孩子学习成绩 全部拿出来让他们看 这是紧张级的 这个都是这个啊 全部拿出来让他们看 我孩子学习还挺好 不像他们说的事说 呃不写作业呀 或者是说矿工 因为有证据嘛 一证据以后 那人们所有的人 马上就就就就就 就亲着卖 就是马上就写 这个就对对准他们了 说那你这个 你们这样做不对啊 你们等于是拔我们 就是说你们说 这个信息根本就不对 只有委员有一个 刚才我看那个 我告诉你那个 用黄线画的那个 和那个 我刚才用手机展示的 还有这个景观 他呢 一开始是他组织 你知道吗 他先说话 后来我把这事一说 大家伙一看 这个景观呢 看看他们学校 刚才我 我我我我 还有还有一个人的 呃 另外一个人的那个 相片 刚才你们也看了哈 他俩一对眼光 这个景观呢 就真的回流流的就走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这些事情很多事情 发生以后吧 特别简单的事情 孩子受欺负了 你们可以 可以帮助孩子 是吧 不要再发生了 可是不是 偶尔 这屡次发生 我也看这个 我推友们说 你要转学吧 转过学 没有用 一直这么做 我也报过警 阿开迪安 你们也可以看起 阿开迪安 有我的档案 有我报警的档案 这孩子受欺负的档案 有人管吗 没人管 为什么说 我说 一说这个大家伙不耐听 因为就是不正常 因为后边有 这个特殊家庭在指使着 所以说 根本一点都不正常的事 很多那个推友跟我说 我都特别理解他们 他说你报警 美国不是这样 真的美国真不是这样 但是这个特殊家庭 就handle的这些 所以说呢 还有一个呢 这在 还有一个是在 我们孩子后来没有办法了 就是资格在家学习 资格在家学习一年 哎呀 那个那个期间 就我们俩俩呀 就是说 可以说孤儿短目嘛 我们两个互相鼓励 呃 主要是我还是 那个鼓励他嘛 是吧 我就鼓励他 疗伤给他 哎 这一年当中吧 也挺好 也学习呢 反正一直都挺好 因为他是在网上学习 等到后来要回到学校了 资格在网上调了个学校 这个学校呢 不错 这个学校特别好 可以说 比阿开迪安那个质量还好 这也是可能是说 老天倦过这孩子吧 呃 也是通过有人 就是说 之前我也说 有女的帮助 是吧 我们也不认识他 就是在报纸看了一个 就是说他可以帮助我孩子 呃 怎么样的那个 接送他呀 是吧 后来一开始 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的事 后来一看我这情况吧 这么会 真的 后来也不要我钱了 就是接送 接送的 这个人我一直赶的 所以说呢 后来呢 这一直上这个学 呃 赶了第二年又不让上了 又不让上 就是我以前13个听众会的 呃 其中的一个 后来呢 就通过 就说可以 因为要孩子回到学校 是吧 呃 后来我孩子也回到学校 也是挺高兴啊 腿上的一直都是挺高兴 呃 可是呢 在 我刚才说两件事儿了 第一个是说 我孩子在小学五年级 呃 就不让他上课 电话打着教室 打着教室 就把他回到办公室 就是 呃 那个 等我们这儿 完了事儿 他们再把他 呃 再把他 呃 呃 放回这个 教室上上课 这一件事儿 第二件事儿就是说 这个听众会 听众会呢 他们 呃 在六年级的时候呢 也是 我说的都是在阿开迪亚学区 呃 说 呃 他们的信息就是说 这孩子和我呀 怎么怎么给人讲信息 呃 骗人家很多人在这儿开会去 等我拿证据一下 整个人都向着我 全部欠字 就说 他们说的都是瞎话 我说的是事话 呃 是事实 所以说呢 呃 我说的第二件事儿是这个 后来呢 这个组织就是希尔夫组织的 OK 最后最后就这维织的希尔夫的警长 不欠字 他走了 这第二件事儿 第三件事儿 因为呢 我要举这个 例子 第三件事儿 这事儿太多了 因为呢 我也不想说太多事儿 我就说这三件事儿 真正就 就能显示出来 这根本不是学校 学生和学生的欺负 第三件事儿呢 是2000 2015年 2015年 真是很近的 这是2018年 2015年 我们呢 在2015年呢 6月份 和1月份 刚开完听证会 6月份放假了 呃 他们8月 8月10号 呃 那个 这是转的新学校啊 8月10号呢 就是开学 等我孩子高高兴兴开学去了 因为开学的时候 一开始上学的时候吧 就是在那个学校门外 他贴好了 试试谁在哪个班 你选什么课 在一个桌子上 在告诉你 一张纸 让你拿着这纸 去班子 哪个教室哪个教室 几个教室要找的 可是我孩子排到队以后呢 趴给一个通知 就是 不让你上学了 你马上走 转学 我当时我孩子呢 该上 十年级了 你说 呃 他8年级 9年级都在这个学校上 突然间就给一个这个 打电话给我呀 完了我 我又结态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为什么不让 这都8月10号开学 怎么 他早不说晚上今天 为什么呢 我们这听众会也开了 后来呢 我就去找学区了 学区呢 这个人呢 给了一封信 他说 因为你孩子啊 有一个西 ABCDC 为什么有个西呢 不我们学区啊 如果有学区啊 有这个西啊 就没有资格上这个学校 我说他为什么得的西啊 他怎么得的西啊 是吧 我就回来问这孩子 他说我没有 不知道啊 我说这第一 什么时候也没通知过我们 为什么这个西 马上就要弄个西了 我就开始问 问这个 学校 学校说老师说了 说他没有交作业 我说没有 我就 我就开始问他那个cancer cancer就是说他那个指导员 我说他因为什么呀 他打开电脑 他说那个老师说的没有交作业 我说什么时候没交完 哎 他们就找老师 老师就把列了 就哪个单元 哪个单元没交 那我回来就开始问我 女儿了 女儿说我交了 我说你交了怎么 他说没交啊 他说这 嗯 那我又回去问 他就问校长 这个校长是谁呀 这个校长是这个 嗯 我就说他们做 这是这 你让你把这事情一说 你们看上这事都是正常的吗 嗯 这个这个校长呢 这是也是个副校长 我说这个都是副校长助理 他 他 我跟我老公呢 找着去了 他说的 我问了老师了 老师说他是没交 我说那我可不可以问老师啊 他说你不可以问老师 因为呢 我问老师说了 我就告诉你得了 哎 等到后来呢 我又去了找他那个指导员 指导员以后 指导员说的 你要不要给这个老师 要给老师说 给这个校长说 校长又不是怎么的事 那我第二次跟我老公又去找校长 校长就说你不用找任何人 我就是法官 我说了算 呃 百分 还挂百分之百 说没有交 没有交 那我跟我老公回来以后 那肯定说孩子撒谎嘛 是吧 我回来以后呢 我就跟我孩子说 因为我孩子从来不撒谎的 我这会儿我就急了 我说校长都是没有交 你怎么会交了 孩子把这躲在厕所哭去了 说妈妈你相信我 我交了 因为呢 我就说他没交 我老公当时也挺生气 你说校长都说你没有交 老师也说没有交 人家都说你没有交 你怎么说你非说你交了 他就自个儿躲在厕所哭 就说 就也不出来 就哭 你知道吗 后来呢 我就把厕所敲门开开 我说这 你出来好好说说 你到底是有没有交 他就 脸儿冲下 趴在床上 说妈我没办法说 我就说我交了 你就说我没有交 那我都真的 我都不想活了 我受这么多气 我都不想说了 为什么我交了 非得说没交呢 后来呢 我们就说 怎么办 因为我那孩子吧 刚刚好点了 就是说 也有笑脸嘛 也特别好了 就是 这马上就有一个大打击 所以说呢 他还在学校吧 参加了一个歌唱 歌唱 歌唱那个船 这马上叫我孩子 不能上学 说什么都不让上 说什么都不让上 那没有办法 情况下呀 是吧 又去找校 不行 你赶快找学校 不找学校 美国是这样 到日子里头 你连学校都没有了 没有办法情况下 我们就在这个洛杉矶啊 这个地下呢 找了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呢 其实呢 是我女儿是根本就不想去 你说得 她们也不想让我孩子感受 从来没去我这学校 突然间该开学了 就得是让这个学校去 这个学校是这个学校 今天我展示 都得让你们看看 你说这是正常的吧 啊 就这个学校 看没 就这个这个学校 到这个学校 到这个学校以后吧 第一他不认同学 第二呢 他根本他就 他他也不适应 我呢 就回来以后吧 我就开始 我也试试 我说这 我也没办法了 就说孩子没有交 交作业 就给那个息 完了以后就不让上学了 我呢 就开始 然后就 因为收拾屋子是吧 因为他给我 列出来 列出来的日子来了 说哪天哪天没交 哪个单元哪个单元没交 我呢 是说 因为他孩子放假了嘛 那东西我还 都没有逮 我都留着呢 我就把他那个旧书 我又买了个新书包 旧书包 我就拿回来 一看呢 这孩子作业都在里边 这孩子作业都在里边 今天我要把这个 你们展示 这孩子作业 不但交了 老师还给攀了 攀了以后 我还都是给的那个 那个就是好 是吗 这个呢 这都是 他就说这几 这几页没有交 我们找到以后呢 这都是老师给攀了 你看 当时老师给攀了 这都是当时老师给攀了 你知道吗 就这么冤枉我孩子 你说我一看这个吧 我又找到了学区 找到了学区以后呢 这个学区呢 他现在这个人掉走了 这个学区呢 是他给的信不上商的 完了以后呢 就有一个人 也是这个人 正一个人还是多 所以对于你这样吧 呃 你看你来回跑几次了 你还是开个听证会去吧 你去那个 你去那个 那个 那哪儿 那个 康铁 就是说他们 那个政府这个 那个教委呀 要求开听证会去吧 因为我吧 每天没吧 是怎么做呀 我孩子突然掉 就是别的学校去了 早上起来 我六点起来吧 送他到 送他到 上这个 他以前 不让上这个学校 他有个 呃 呃 七点有个唱歌 唱到七点半 我们再回来 天天的一个月啊 天天这样 后来我们就 我又 又弄了个听证会 听证会呢 这个 听证会吧 也挺奇怪 你这刚刚台湾没有有 我说他说我这孩子没有 呃 说是得了个西 但是我这证据是 我孩子全交了 并且呢 我这孩子就学习呢 刚才让你看了嘛 全是A 他就是那个吧 他 他给弄错了 他不让他上 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 全水 完了以后呢 又 又开始开个听证会 听证会呢 一共是八个人 他们是八个人 八个人 第一个主管 就是我刚才说 上阿开利亚开听证会的时候 他留灰都走 那个人 就是他 还是他 我就把这 就是他不参加 没参加啊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没参加 咱们也不能说是故意的 也没出差了 也没什么 后来他们七个人 嗯 都是教委七个人 听证会呢 是这样 我呢 跟我的一个 就是 我的 当时的我的心理医生 和 呃 我现在的老公 还有翻译 去了以后 还有他们 呃 那个 不让上学的这个 教委的这个人 也是个 他都是副 副 副主管啊 去了以后呢 他们把他们的理由一说 后来呢 我就 还是把证据拿回来 我说 爹 你们说我们孩子没交作业 是吧 这个孩子 全部是 都在这边 全交了 你说是哪个 哪个 哪个部分 哪个部分没交 不但交了老师还给看了 是吧 孩子学习都是 呃 就是有一个习的话 你有什么权利 不能 不让他上课呀 并且你也没有时间通知我们 该上课那一天 开学那一天 就让我们回家 知道吗 我就是你这个事 对我孩子伤害 我是非常大 我我 因为我冤枉我孩子 我们家都会冤枉的 对于他撒谎 孩子没有撒谎 这么委屈的时候 去了别的学校 是吧 你说这个 欺负是 我就说小妈妈 网友们和推友们 就在美国 啊 这是一般的小孩 小时候 欺负 搭了以后 他们就这么 这么折磨我这孩子 所以说呢 我那为什么 我说他们是几个败雷呢 美国是非常伟大的 我始终我感恩美国 我谢谢美国 后来他们投票 非常非常的公平 一投票 七个人全部过 你知道吗 叫我名字 说见面你看看 结果 我一看 大家会都鼓掌 有人说 别说他这 别说他这作业都缴了 是吧 你们是错误判断 就是他们真的没缴 一个西 你也不可以把他 杜劫在学校外边 让他去别的学校 你又没有想过这孩子的感受 所以说呢 我真是谢谢美国政府 后来呢 我们呃 是呃 就往那上一个月 他马上第二天就给了一个结果 就是说 马上转 马上回回这个学校 我们这才又 这才又回来 我就说这一件件的事情啊 多了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一说 我为什么说 我有一个推 我说这 越到快临近这个 呃 就是说 呃 这个结果也出来 越危险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孩子吧 以前吧 不是叫非养非吗 那个律师 始终 交钱没管吗 12年 因为呢 就是美国政府啊 现在他们管了 还得有 我还 这封信我已经拿去了 这封信呢 你这就是 这是 这个就是委戏给了个戳子啊 就是说 现在他们管了 以前 就是说 江建民他们家呀 是 呃 可能是能handle 什么律师啊 警察局啊 合作 如果真的美国政府的话 我这事儿又公开了 谁还 他能吗 他不能了 所以说呢 越到林 他们越 做一些 呃 我必须要小心 是吧 因为呢 我这一说这个呢 我在听上去说呢 我昨天我孩子吧 从来没有过 突然间 中午呢 给我打电话 还说 在学校打电话 吃饭打电话 说妈妈有一个听众 不 有那个演唱会 是三十六块钱 看看可不可以去 我说回家再说吧 不挺高兴 两两多钟打电话 年儿了 在哪呢 在那个他们学校卫生室里头 脑袋像爆炸似的疼 你说没有办法呀 我当时也没有车呀 孩子就打个敌呀 就回了 回了我说咱们俩去医院吧 还动了不了 就直接就躺在床上了 你知道吗 我说要不去医院 他不去 他说我要睡一会儿 我不用脑袋太疼 我盖上杯 我睡一觉 脏起来 就说好多了 反正还去 今天又去放学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就是说 这一些不正常的事情 我也刚才把这事情都讲了 也展示了 毕竟是人们 我就说 我有的那个退友高等 我说你转学吧 这个吧 如果是正常的话 转学 只要转学 离开他 我不是不转学 我在俩开店 那么好的学题 我就因为受欺负 我转了 这一直跟着我 这是一直跟着我 这就是后面 我就说 这就是后面 有人操作呀 你知道吧 就有人操作 你说我们 呃都是 为人父母 如果咱们的孩子 都是被人欺负 他大点的心 他都不让我说这个 你知道吗 可是呢 孩子是 他单纯的 不知道吧 可是这点人 你们要干嘛呀 是吧 你就凭这三件事情 都是正常的吗 都是因为学校的孩子 孩子欺负吗 应该是我真是不想说这些事情 我怕他们包袱 他们一直在包袱 所以说 呃 我也谢谢这退友和网友们 是吧 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 都说 哎呀 你这事情要不曝光 不说出来吧 他们怕他为什么 他一直都不放过去 就是怕你说出来 你把这一些 一件事说出来 你叫美国政府 调查去 也有网友们 你告FBI 你告警察局 你告警察局 朋友们 建媒以前都告过 也去过FBI 也去过警察局 最后都没有事 比如我没办法 我才把什么都曝光出来 我就想用舆论 来 让他们减弱他们的 这个 这个 就是欺负的力量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啊 就是说 从小学五年级 到六年级 到他们偏了开会 最后 我亮证据 第三个就是说 这是2015年 开学部 让我孩子上学 约约我孩子 都是正常的嘛 这为什么没人管呢 是吧 今天我说出来的 因为呢 也有网友 其实呢 我怎么会理他们 就是前段时间 有人质疑的 还有人 在那个 突然说狠话的 你像那个 叫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台湾百合 他说 我要通过 我现在就告诉美国政府 你要把你的证据拿好了 叫他去查 你不是说美国政府 是那个 就是 你污蔑美国政府吗 其实你错了 百合 我从来没有误过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对我非常好 并且我非常感恩 是吧 我说的是说 他们里面的败类 他以这名义 借用政府的力量 来欺负我的孩子 我想 我说完这你也能明白 你也会转变你的看法 每一个人都有正义感 也不会像这些恶势力 我以前呢 你也可能误会 是吧 我还是一种 宽容 什么的 所以说呢 我很多事情不愿说呢 就是说 并不是说我先麻烦啊 或者是先想包容他们 我就想啊 每个人呢 一段时间做完 他会清醒的 你说一个孩子 无缘无故的 你们这么欺负的 你们心里烙忍的 尤其是做教育工作制的 你不管听谁的 这个明白就不是事实 你非得说是事实 把人无辜的孩子 欺负成这样的 是吧 你们不清醒吗 真是那句话 我容你们 天都不会容你们 你们做这些事情 太没有人道了 我就是说 现在呢 我说的这个 我也希望有关部门呢 帮着吧 语清这些事情 到底是谁是背后在 那什么 我一说是 他们讲价是礼 你们就开始说 如果我们有头脑的人 你们怨过这事吗 我就是说 别说一百个 一千个一万个人 有没有怨过这事情啊 是吧 尤其是在美国 没有不搭干事 谁掺和这事啊 为什么他们就这么掺和你 并且啊 我就告诉你们 就是说 我现在 我的医生 就是说 我把这信息说了 我是给这个政府喊话 你啊 你们可以过来 坐下来找我谈 我孩子医生里边的那个 information 就那个所有的病例上 就全部换 两个 以前就是因为他受欺负啊 还有是他做的那个 那个 MR啊 结果全没有了 只有我有原件 怎么只有是我有 但是那会儿都给他们这咖啡 都是他医生里 留一件吧 留一件吧 留完现在他们那里头 全给撤了 谁撤的 是医生吗 不是 都是他们那办公人员 可是办公人员 换多少人呢 没有 没人知道 你知道吧 还有呢 就是说 所有以前 知道这个事情的人 帮助过的人 全部换 没有一个人在 你知道吗 都是在 不是调走啊 就是什么的 其实我曝光以后吧 他们没有闲着 他们没有帮我 但是他们都在 他们都在 自个儿在 做自己 怎么样掩盖线索 怎么样什么的 这都是几个人在操作的 他们明白得很 比我还明白 所以说 我说完这个以后呢 这个线索呢 你要想找证据 你就去 先去我那两个小孩 医生号看上去吧 就是说他们所有 这医生 病例还有没有 是吧 这个东西还 都没有了 就是以前 那个 那个线索全没有了 可是 其实呢 我呢 当时诉求的时候也没 第一没想告人家 是吧 美国实行告 我没有 我就想诉求就是说 哎呀 孩子打了 是吧 给孩子补补课 是吧 别当他学习 我呢就是说 你看我也上不到班 什么没什么 一些些二多天 能不能 呃呃呃 在这个时候当中 呃呃 不给我一点 这个就是 照顾孩子费用啊 哈 真是没有矿卖 可是这些东西 全没有答应我 我也没有说 呃 再三个要求 要提出来 他没有没有就算了吧 可是为什么 如果正常的话 人家这个父母 都这么同打理了 为什么不撒不来 还是他们将家势力 所以说 我就说是他们家 其实他们腐败美国政府 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这也这么些年 他们也就根深蒂附 各个各个地方都都插着他们的眼线 所以说呢呃呃 我也希望哈 推友们忙你们理解我 就是说呃 你们用正常的 你像也我推友们 特别感恩你们 一个事你转学吧 没有用 是吧 报警吧 警察有 都坏吗 不会 他们掺和这么一两个人 你知道吗 就就就不管嘛 是吧 不是说 那个一般的势力 是特别特别大的势力 所以说呃 这个呢 我说这个呢 你都可以 你们都都可以 那个如果是说 真的是有 跟美国政府有联系 让他们伸出所来 查一下吧 是吧 到底是怎么的事 怎么见没这个事情 这么多事情 怎么这么些的奇怪事情发生啊 是吧 这可不是说 在学校的小孩打小孩 是吧 家长生气了 我这个确实寒都不了 我这个根本我都捂过来 我我整天就没事 这一会这个麻烦 一会那个事出来 你说我这么一个小弱女子 我能能抵挡出他们这么大的 呃 一个队一个队的人马来来来 来欺负和和和 呃 就就这样嘛 我没有这力量 真是没有这力量 如果是说 建委以前啊 使过嘛 也找过美国政府 也找过有关部门 并不是有关部门 不管 因为呢 他势力太大 他已经 我就说几个人嘛 几个人他已经handle了 包括比方 我就给你打个比方 比方我要去一个政府 他有把门的 是吧 那个把门的都是他们的人 没有你把材料一交 他就可以把材料给你扔了就行 知道吧 你根本就没有影嘛 所以说 这些事情 很多事情哈 有权有势 干点好事 别干这个 就是说 自个儿啊 我也不知道了 他们 这人 没有一点人心 知道吗 所以说我今天呢 我为什么急得我 后来我 我一看这个 我必须把这事情说出来 我就说这三个现象 大家我想起 没有任何证据 就偏误就不让你孩子上学 就说是是怎么了 完了以后 冤枉的我孩子 没有办法呀 就真的转学 就得让你 不能让你上学 最后还是有证据说话 还是美国政府 怎么讲啊 有讲证据 我孩子就会 可是现在有什么用啊 他往出现这个 很多奇怪的现象 我就得要说出来 是吧 并且呢 我 还有一个事 我要说哈 今天我要展示一下啊 展示一个什么呢 我现在老公呢 他也是他们体制的人 是吧 他是希尔夫的 希尔夫的 那个退休的 所以说呢 你们以后再有问题吧 你给他打电话 是吧 他了解我 他们 他了解我太深了 我跟他12年了 你知道吧 结婚 我们在一起都 五六年了 他太了解我了 你们有任何的麻烦啊 有任何的怀 你说健美不好啊 健美品质啊 坏啊 你打电话问他 好吧 他是美国政府的人 我现在就把他 他不但是政府的人 他是那个 调查人员啊 他也是美国政府 是在美国那个警察局 干了三十多个调查人员 我现在我找他 我刚刚他给了我一个 他那名片啊 我说我可不可以 那个 给这个 我就 推友们 展示一下了 他说可以 他有什么事情 让他们找我来 你别一天 我现在呢 我睡不好觉 我吃不好饭 我任何的 我那种浑身 我这腿也痛 头 因为 因为以前 就落下这毛病了嘛 你可能那家不是神经什么的 怎么弄 吃药也好 做理疗也好 扎针救也好 用 吃中药都用过 没有用 就是痛 一疼了 一疼出来以后吧 因为他这个 我这个 第四个和第五个 他因为 应该是说早早就能好 可是我这个 就是 叫 当时没看好嘛 就是捞下这个毛病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 特别痛 等下我拿他的那个名片去啊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 如果你们以后也有质问啊 或者说我不好啊 或者是说 以前那个 什么 什么 做了坏事了吧 什么通过什么 去了法庭了吧 是干了坏事 什么 又在那个政府 查出我这个 不好信息了吧 你就打电话给他吧 是吧 你就问问他 你这个人怎么怎么跟他结婚 他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就问他吧 好吧 我也生不了这漆了 真的 本来我是需要帮助的 这个 这是 我拿下 拿下他那个 那个名片去啊 这个是我老公啊 你看没 这个是我老公 能看清吗 他爹呢是调查人员的 你看 有任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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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搞调查的 这是他们的办公室 这是他们的 那什么的 你们有任何事情呢 你们就给他打电话 找他 你就说 你老婆 这人不好 你为什么还给他结婚 他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背景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吧 因为他是调查人员 他都知道我的 detail 就是说 我的一切都知道 所以说呢 我也不想生这气了 本来一开始 我不想说这个 我都不知道 是哪来这力量 还是说 我老公原来 在他们的警局 都得罪人了 还是怎么 或者是 你们干嘛也这么 这么污蔑我呀 如果没有的话 你们都是一个体质的人 是吧 为什么你们非要 把我说成那么坏呀 我不知道你们看 以后我撒在网上 我搁在那个 那什么上的 搁在那个推特上 你们看 你们就打电话 问他吧 是吧 有什么事情啊 你跟他说 看看他怎么样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今天说了以后呢 我确实吧 我这段时间吧 真的身体不好 嗯 就是 我也不想跟网友们说 推友们说 我 是多难受了 嗯 就是说 等我好点吧 好点以后呢 我还是想啊 我们直接拉进去 说点高兴的话 不要一天 发生这件事情 那点事情了 好吧 我要不要 今天我就说到这儿去 我耽误你们大家时间了 所以说呢 有任何问题呢 我也刚才把我老公的 那个名片亮了 你都可以找他 也可以从那个店长搜他 是吧 搜他这个是 他倒是 是个什么 你们可以搜他 是吧 这个结婚不是 是说 嗯 像中国人闹着玩似的 是吧 他年代也不小了 我年代也不小了 我们在一起 也不想别人 就想 两个人呢 没有 彼此之间呢 走过后半生 是吧 你们这么折腾吧 那我们吧 也是 那个 我感觉不好嘛 他也看着心疼 是吧 也不知道怎么帮 所以说今天我又说这个 他说 那我问他 我说那可不可以 把你的名片量上来 让他们看看呀 你 你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家了 是吧 也是受过高等教育 大学毕业的 所以都是有涵养的 所以说呢 呃 在美国呢 就是说 尤其是给老外 他不会轻易跟你结婚 如果他不相信你 或者是他没有任何的 呃 就是说 英文detail 就是说 深度了解你 他不会迈出这一步的 所以说呢 我呢就把我这个 我现在这个经历 和我这家的背景也告诉你们 呃 我也谢谢所有的网友啊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呃 在我哈 就是困难的时候 不管什么时候 你们都在支持我 帮助我 所以说呢 建美 谢谢你们 呃 你们也包容我 这几年可能 呃这个视频不太好 因为 比较激动 为什么激动啊 就是说 因为孩子吧 很多事情吧 这么多事情发生了 如果是说 这个事情要是 打到谁的头上吧 也许还不如我呢 这么这么些年 所以说呢 我希望大家理解我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啊 谢谢 今天我最熟到这吧 该哪天听好点了 我们再说点其他开心的事情 好吧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我的 推友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